杨国忠 杨国忠是在唐玄宗时代 济安禄山之后又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 关于他的学起 人们都认为那是因为杨贵妃的缘故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并不是杨贵妃的亲哥哥 与杨贵妃家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那么不靠裙带关系 杨国忠的崛起到底靠什么呢 善于用人的唐玄宗 为什么会启用杨国忠 复旦大学韩生教授做客百家讲堂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圣唐的背影之杨国忠崛起 天宝时代 唐朝出现一个表面非常繁荣的情况 所以我们如果从表面上看 唐朝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一个盛世 从朝廷内部来看 似乎也是一个很稳定的 就是李林府主持朝政 那么玄宗非常放心 把国家交给他 从唐玄宗的角度来看 他对天宝时期的政治 他感到满意吗 我觉得他是既满意又不满意 满意是由李林府帮他 看着朝政 他可以很放心 尽情享乐 如果说不满意 他也感觉到李林府掌权胜久 朝廷出现了三个特点 一个是死气沉沉 第二个是国家的财政 越来越紧张 第三个呢 这个李林府的权势太大 那么我们先从人事方面来看 李林府垄断朝政 就使得整个人事上面死气沉沉 玄宗也想做一点改变 但是有一点 玄宗想做的改变 是在不改变这个大局情况下面 进行适当的调整 所以说到底 天宝后期在人事方面出现的一些变化 不是玄宗想打破李林府这个体制 进行一个比较彻底的改革 而只是想做一个小的调整 在这个背景下面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天宝年间 这个玄宗下了一道指令 说我们要在全国 这个不按照科举的这一套来 在全国广求贤才 那所有的人可以自愿报名 报考 国家进行特殊的选拔 把人才给拔起来 这是一个面铺得很广的选拔 但是呢 这个招令一出来 李林府心里咯噔一想不好 因为他垄断朝政这么久 这些从基层上来的人 口无遮拦 万一把这个对朝政的不满 都写出来 那怎么行呢 所以呢 他就传令给基层各级官府 让他们对这些报名 要选拔人才的人进行培训 这个培训实际上 就是教他们要如何应对 问你什么话 你要怎么回答 就把人给训洒了 训了以后 第一道筛选 再把一些人选上来 选上来以后 再组织朝廷几个主要的部门 联合进行考试 这考试呢 考师考副 这一考呢 地方官府 按照李林府的旨意 选上来的人 经不起这个考试 一考就考得没有一个合格的 通通落榜 通通落榜 大家觉得难看 这上来全国的考生 无一合格 可是呢 李林府想法和人家不一样 他竟然给玄宗上了一道奏折 表示逐贺 说表明我们的制度非常的好 所有的人才都选上来的 你看 你在制度外选的人 都是这一般 都是这种蠢货 说明叫做野无宜闲 这一个把戏呢 其实官场都知道 能闭的就是一个玄宗 所以我们就看到玄宗想做一点小的改革 但是呢 也被李林府给拥筛了 所以整个人才的路是给拥筛了 那玄宗呢 也在找他自己的办法 打破这种格局 在这个背景下面 才有杨国宗出现 所以杨国宗出现呢 何夫唐玄宗要改变政局 给政坛带来一点生气 这么一个思路 那么他要的是什么人呢 我已经说过了 唐玄宗不想做重大改革 因此他要的是一些没有思想的 没有道德的 但是有技巧 有行政能力的 他要这种人 在这个方面呢 恰好杨国宗呢 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看杨国宗呢 是怎么上来的 杨国宗呢 他的家世 首先他姓杨 这一点呢 就说明他是出自一个名门 杨家在中国是很有名的名门 历代的皇帝 娶的皇后 很多都是来自杨家的 可是呢 杨国宗是杨家的一个破落户 在俗中 在就今天的四川 他在四川破落 那么这个 他自己的身世都讲不清楚 这个记载上说 他祖籍呢 应该是山西人 浦州永乐 他母亲呢 是这个张艺之的妹妹 张艺之是什么人呢 大名鼎鼎 武则田的面首 武则田面首的妹妹 是杨国宗的母亲 但是呢 马上就有人出来说 这不对 这是在这个遮掩一个事实 实际上呢 他就是张艺之的师生子 这个张艺之晚上 他伺候武则田 白天不好留在宫里 所以武则田把他送到外面去 送到宫外 又怕他沾上别的女人 所以弄了一个阁楼 把他锁在上面 可是呢 人家的妈妈不干啊 老是这么折腾 他们家呢 留不下骨肉 所以在这个阁楼的家壁里面 给他塞了一个婢女在里面 这样子 那么这个婢女呢 生下了杨国宗 婢女怀孕了 很快 武则田就倒了 所以呢 这个张家就受到清洗 那么这个婢女呢 就改嫁 就带着这个孩子 怀孕的孩子 嫁给了杨家 是这样来的一个孩子 所以杨国宗的身世 本身就是讲不清楚 是这样的孩子 在乡村里面呢 从小就没有什么品行 你不能跟他讲什么道德品行 那这样的孩子呢 他有几点 一很聪明 在乡村里面 很好玩 好赌 这个玩得非常的好 各种赌博 各种玩耍 他都样样精通 就是干活他不行 靠着这么一点玩耍 在他的宗族里面 他是被人看不起的 人家觉得这就是一个败家子 家庭的无赖 所以他也混不下去 不得不去从军 从军到了四川 那么他在四川当兵 慢慢的混了一个小官 到这个任满的时候 不能在部队留下去了 他必须回家 他穷到连回家的钱都没有 那就靠着人家支柱他 靠着一个叫做先于众通的人 街渡使身边的智囊 执住他 有点钱 好歹在四川站下来了 没有回去 这个时候很巧 杨贵妃家 杨贵妃的父亲 当官也在四川 都是他们杨家的 虽然是很远很远的远亲 但是好歹也沾上一个鞭 杨国宗机遇相当的好 在四川他很困难的时候 杨贵妃的父亲死了 家里要办商事 那么杨国宗就跑去帮忙 到了人家家里 事情是没做多少 但是他这个花言巧舌 倒是把杨贵妃的姐姐给搞上了 他这个姐姐呢 是一个有名的水性洋花的美女 后来有名的国国夫人 所以他反而是和国国夫人搞上 那么这个事也就到此为止 后来人家杨贵妃这一家 杨贵妃得宠了到京城去了 那么杨国宗还在四川 可是他遇到一个机缘 在朝廷里面 李林府垄断朝政 大家都要走李林府的门 不走李林府的门 不是从李林府这边推荐出来的人 往往都会被排挤掉 所以四川这个孰中建南皆渡史 他就想能不能找个人 替他到京城里面活动 打通一些关系 能够让他保住这个官位 所以他就找了这个 他的智囊先于仲通 说你去京城帮我 看看能不能打通李林府的关系 先于仲通回家 这头皮烧破了都想不出一个办法 他再聪明也是一个四川的智囊 四川的事业 京城里面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想了很久 他想起了杨国宗来了 杨国宗不是和杨家有关系吗 和国国夫人有那么一腿吗 而现在杨贵妃其实已经到了京城了 已经成为玄宗最宠爱的妃子 这就是关系 好 他把杨国宗叫了过来 推荐给了街渡史 这街渡史和他一谈 觉得这孩子口齿凛利 八面玲珑 行 就跟他说 你到京城去 礼物我给你 准备好 所以杨国宗呢 他就这样子就上京了 就到京城去 酒鬼老谈 富与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杨国宗身负使命到京城疏通关系 找到国国夫人 命运从此反变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圣塔的背影之 杨国宗崛起 连绅士都说不清楚的杨国宗 他的前半生到处漂泊 寂静了一下 丝毫没有日火发迹的迹象 他的妹妹虽然贵为贵妃 但对他来说 实在是关系太远 自己也沾不上光 但是和杨贵妃姐姐 非同一般的关系 很快让杨国宗实来运转 杨国宗这个人 我给他总结一下 他应该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红 第二个是善赌 赌输 特别高明 所以这个赌很难的 既要能赌得赢 也要能赌得输 这个分寸哪年 它是收放自如 第三它是很会玩 特别是唐朝非常流行的 一种游戏 带赌博的游戏 叫做楚谱 这楚谱 这个纸两头肩 中间扁有点像杏仁 然后两面 一面是黑 一面是白 用头字的 每组五枚 如果你能投出五枚 都是黑的 这叫做炉 那是最大 如果投出四黑 一白 那叫做智 其次 是这样子来投资 游戏玩耍 能赌输赢 这个呢 杨国中在行 这个赌博是赌钱 所以杨国中呢 经常赌钱 他有过人的计算能力 很会算钱 很精 还有赌博的人呢 都有一点本事 会作弊 会抠门 这些都是一个乡村的 这个花花公子 或者是一个无赖痞子 所具有的特长 这个人呢 表面上 你别看他是花言巧语 说得很甜 让人很开心 其实他的心里呢 是很阴暗的 甚至说是很艰险的 只要有机会 他也是很凶残的 他拿着 街度是给他的这些钱 高高兴兴到京城去了 靠着他这个脑子灵活 他就找到了杨家 他到杨家 我就说杨国中这个人呢 机遇实在是太好了 他到杨家去 去找国国夫人 我看十六八九 要被人家打出来 这个是早年那一段风流事 现在人家是贵妇人呢 国国夫人呢 他命好好在哪里呢 恰好他到京城这个时候呢 国国夫人的老公死了 正寂寞着 所以是陪着杨贵妃 在伺候玄宗 回到家里 没老公 突然间杨国中出现 杨国中人呢 是长得很俊美 有个头 这个有美貌 又有个甜嘴 所以见到国国夫人 国国夫人还没开嘛 他已经很乖巧地 把礼物送上去 这礼物是节度使给他准备的 所以国国夫人一看 他眼睛已经很高了呀 一看 这是价值连城的东西 哎呀 非常的高兴 所以呢 很快两个人 重续旧情 又 关系非常的好 都姓杨 亲上 家亲 再有这个关系 好 那么 杨国中跟他讲 我到京城来要做什么 国国夫人也很高兴 他也想把他这个自家兄弟 拉到政坛里面去 所以呢 他就愿意替杨国中去奔跑 国国夫人 在宫里面是有最大特权的人 杨氏这个三姐姐跟杨贵妃里面 各有特点 杨贵妃是以机智出名 所以他在玄宗身边 他很能知道玄宗的心意 他非常机智 所以呢 特乖巧 玄宗喜欢他 国国夫人 是以野宴风流出名 人长得很漂亮 但是呢 他很有个性 所有的人建玄宗 化妆得很浓 打扮得很好 衣着穿得很讲究 才敢建玄宗 国国夫人不论你这一套 随便化淡妆 他就去了 所以基本上是素面 建玄宗 所以玄宗呢 你想在宫内 天天被人家哄着 宦官哄 妃子哄 宫女哄 突然间见到有这么有个性的女人 所以呢 他又觉得别有一番风味 他就很喜欢国国夫人 给了国国夫人一个特权 可以随时进宫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特权 所以国国夫人呢 成为唐人笔下 经常描写的 我们读一首诗 杜甫给国国夫人写了一首诗 叫做 你看这诗里面讲 玄宗就注意到他了 而且他也姓杨啊 一家人呢 杨国宗进去 首先是陪玄宗玩 玄宗这时候已经是个太平天子了 成天就是和这杨贵妃他们玩在一起 杨国宗玩的技巧比他们高明多了 我就说 他是一个赌徒 他这个赌呢 收放自如 和皇上赌 既要赌得激烈 又不能赢 所以每次呢 赌得皇上开心 皇上每次都赢 哎呀 很好 而且每次赌的时候 算这个仇 算这个多少 输赢多少钱 马上脱口而出 所以呢 玄宗高兴 就说 你好 你是一个好肚之狼 什么是肚之狼呢 国家财政官员 所以玄宗这个金口一开 他就成了肚之狼了 所以这样子 他就获得了一个官职 到了王洪手下 财政主管的官员 王洪手下 去当肚之狼 去为国家敛财 所以这呢 是玄宗继安禄山之后 自己亲自又发现的一个人 这两个人都有一个特点 安禄山是没有文化 杨国宗实质 但是实际上骨子里 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 第二个两个人呢 都是以另性见宠 听话 乖巧 派去 第三个 杨国宗具有和安禄山 不同的特点 在于呢 他是能够去典财的 去搜刮钱财的 那么我们就要问呢 唐朝不盛世了吗 盛世为什么要典财呢 其实呢 天保时期 唐朝的财政是最吃紧的时候 中国古代的财政 整个国家财政 他的支出最大就是两项 哪两项呢 一军费 二官奉 军费 玄宗祥建立 丰功伟业 开疆拓土 所以呢 他在周边 建了这么多阶度士 几十万的常备军 这个军费是以前 没有的 所以这一个几十万的军队 要养 这个军费就非常的大 这像中国古代这个权力呢 是不受制约的 所以他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所以这个钱像是无底洞 军队不断在膨胀 军费要不断加进去 第二块 是官奉 张九龄跟玄宗说过 你不要拿官去赏人 可是玄宗后期 动不动就拿官去赏人 所以呢 官就多起来了 官越来越多 官也没有受制约 不受限制在膨胀 而每个官 他都需要很多的工资 除了工资以外 官更重要是要有待遇 有很多花销 名字算得出来的 跟算不出来的 这些花销很大 所以这两个口子都是无限制在膨胀 再富的国家都经不起这样折腾 所以这是钱不够花 另一个方面 还有一块 是皇上自己的私房钱也不够了 中国古代财政分两块 国家财政一块 皇室财政又一块 皇室财政这一块呢 你看玄宗爱玩 这个黎山 这个华清宫 盖别墅 这里盖行宫 那里盖别墅 还有大量的赏赐 我们看他赏给安禄山 别墅 大量封赏 这钱都不够 所以这时候呢 他也很需要钱 因此呢 天保后期 我们注意到 玄宗用的人 很突出的一个特点 不是说你政治上强 而是你呢 敛财要强 能给国家找钱 弄钱 所以杨国忠正好是一个这样的人 杨国忠是一位敛财高手 在玄宗的支持下 杨国忠将如何敛财呢 进行关注系的节目 盛唐的背影之 杨国忠崛起 比起安禄山来 杨国忠虽然没有他的表演天赋 但杨国忠有的是敛财的手末 他堪称敛财高手 是天保后期 唐玄宗最想启用的人才 对唐玄宗来说 是郑重下怀 那么杨国忠会如何为唐玄宗敛财呢 所以我们明白这么一个背景 我们就看杨国忠呢 怎么理财的 他先到王宏手下去理财 王宏也是因为会理财 会收税 被重用 王宏重用以后 是投靠了李林府 那么现在杨国忠又到了王宏手下 王宏呢 他通过收刮的手段 弄来很多的钱 使得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呢 在快速的增长 但是在快速增长时 玄宗当然高兴 另外还有一块 这个主义呢 我们实在搞不清楚 是杨国忠给王宏出的主义 才是王宏自己想到的 也就是说 王宏呢 他每年收上来这么多的税 他理了一份清单 给玄宗的时候 他会悄悄地跟玄宗讲 这一块是国家财政收入 还有一块很大的 这一块不是国家财政收入 是另外一块 画到这里就可以了 玄宗很聪明 这个意思呢 我已经帮你在账外 又弄了一大块的钱 这个钱怎么花你 玄宗自个办呢 玄宗不开心吗 他正是要大手大脚花钱 好 这个账上来多好啊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看到 这个时候 天保时期的理财 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国家的公款 跟皇室的这个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一种私人的小金库 实际上打通了 在这里被打通了 他们能够把这个国家的钱 流到地师财政里面去 那更好玄宗的欢心 可是这样一个现象 对国家来讲 是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后代的史官 对当时的这个情况 做了一个露目三分的分析 这段记载非常好 新唐书的十货字 就天保这个理财 天保时期的理财 写了一段话 说用于上者无皆 而取下者无限 明节其力而不能够 由是上于不足而下于困 这力之遂心而脸具之成用 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 上面开销 不管是军费官奉 还是帝师的腐败 开销是没有接制的用出去 没有接制用出去 只好从老百姓那边 把税大量收上来 这个收上来是没有限度的 一个没有接制的开支 一个没有限度的收税 使得老百姓接近其力 都没有办法供养 这么一个巨大的腐败的国家机器 就造成这种恶性循环 上面越来越不够钱花 下面呢 是越来越贫困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国家就会出现一个大的转变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敛财的人就出来了 会收税的官就被重用了 所以古人总结这个经验 一直说 说国家呢 宁可用稻成 都不能用能成 什么意思呢 稻成就是贪污 贪污还是个人贪污 宁可用贪污的稻成 都不能用能成 能成就是像杨国中这种人 很能干 很能收刮 但是呢 稻成只是造成一个 一个个人局部性的小危害 能成呢 是使得整个国家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破坏更大 其实天保时期呢 这个形势已经走到了 用能成这个地步了 杨国中上来以后 唐朝的朝廷发生什么变化呢 应该说还是李林甫主导 那么加了一个新的因素 杨国中特别会敛财的人 在杨国中最大限度 绝取权力的道路上 当了十九年载 李林甫成了最大的障碍 为此杨国中是详尽办法 与李林甫斗法 敬请关注戏里 圣坛的背影之 恶斗李林甫 杨国中的走红 让李林甫看得眼里 他很想把这个人 也拉到自己的阵营之中 事实上 凭借李林甫的能力 拉一个杨国中 自然不在华夏 问题是 这两个人走到一起 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李林甫在京城 他屡理办案 在政治上做到一言堂 那么他专门成立一个机构 叫做推示院 用来整人的 李林甫脑子很好 他已经看到杨国中 受皇上重用 是皇上前面的红人 而且他和皇上 有一个管道能通 所以他就推荐 杨国中到他这个 推示院来任职 来帮他了解皇上的心意 帮助他整人 杨国中也充分利用了 这个地方 开始了他在政坛上面的崛起 他们整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整的就是一个姓杨的 叫做杨圣经的人 杨圣经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官员 他当了大臣以后 他怕李林甫这个权势 所以呢 他投靠了李林甫 所以李林甫下面 有一个王洪 有个杨圣经 都是能够理财的 做经济方面事务的 同时也监御史 也帮助他在政治上整人 这么一个搭配 现在加进一个杨国中来 那么里面开始有矛盾了 杨圣经呢 全大以后 自己难免也不检点 他不检点 他很喜欢术士 这个很奇怪 当大官的人 可能他觉得政治是很凶险的 自己的前途其实是把握不住的 所以经常喜欢养一些术士 帮他来预测前程 这个术士呢 觉得现在天宝 表面看是繁荣 其实呢乱象已出 所以呢 跟杨圣经讲 天下将乱 建议他到京城以外 山地里面去买一个崽子 万一乱了 可以到那一边去避乱 杨圣经也觉得有道理 我想他身处朝堂高位 他也感觉到天宝后期这个政治 要出问题了 所以他同意了 就去买 买了以后 问题来了 这个崽子里面的草呢 人家说是流血 我不知道草怎么会流血 估计呢 是因为什么自然的原因 所以出现红的水 非要把它说成是血 所以这就叫做闹妖怪了 那么 杨圣经呢 就请术士帮他去做法 术士教他把这草都给除了 施法 在那边施法 做了以后 这草给除掉了 这个红的水也没再出现了 那就挺好的了 这事情过去了 可是呢 杨圣经养了很多的美女 其中有一个美女叫明珠 长得特别的漂亮 戴在身边 和这个术士 叫死静中的术士 在做施法的过程中 让死静中瞧上了 所以死静中和杨圣经讲话的时候 眼睛总是盯着那个病 看到他魂不守舍 如此喜欢 那杨圣经也蛮大方 那就送给你好了 哎呀 这死静中获得一个美女 开心得不得了 在自己的车子后面 在大街上 整天跑过来 跑过去 巴不得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 他找了一个大美女 他这么招摇 糟糕了 被另一个人看上了 谁呢 杨贵妃的姐姐 杨贵妃姐姐一看 后面一个侍女挺漂亮的 挺伶俐的 照这个死静中要 说这个我要 人家权势大 那哪里敢不给呢 好 乖乖地给了 给了呢 好 杨贵妃的姐姐 带着这个婢女 就进宫去了 玄宗也是好色的人 玄宗一看 这女孩子多乖巧 喜欢呢 问呢 这哪里来的 杨贵妃的姐姐就告诉 玄宗 说是怎么来的 从杨贵妃家里来的 这时候 玄宗很不高兴了 玄宗就想起 杨贵妃找术士施法 找术士施法呢 是什么意义 政治上我就说 当官的迷信 找术士 皇上也迷信 而且呢 这些施法的人 经常散布一些称言 这称言每次成为一个 动乱的起因 历次动乱 都有一些称言 先打头证 掀起一种舆论 后面才有百姓跟进 所以隋唐以来 对这种术士 称言 称毁 是严厉镇压 所以实际上 杨圣经是犯了 政治上的打忌 玄宗知道他做这些事 没有说 今天呢 他家这个婢女 带到宫里来 让他想起这个事 他很不高兴 很不高兴呢 杨国宗知道 杨国宗在旁边 所以杨国宗马上把这消息 传到的推舍院去 李林府知道皇上的心意 马上就下众手证 把杨圣经抓起来 神活生生的把杨圣经给整下去 所以这里面呢 这个案子让我们要想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的历史书 一般都把开元天保时期 政治上的重大的案子 许许多多的冤案 都挂在李林府的头上 其实通过这个案子 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个案子起因 其实是玄宗不高兴 玄宗不高兴是通过杨国宗传出来 穿到李林府办案的这个机构 然后才发动清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表面上看 是李林府建一个机构 进行政治上的控制 其实背后隐隐约约 你能感觉到 玄宗是幕后很重要的人物 玄宗也借李林府之手 在控制外面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说昏到 任李林府乱来 第二个更值得我们深思的 杨国宗在李林府手下 在这个推寺院里面 史书记载 说杨国宗呢 因得逞其失智 所己现诸遗者数百家 皆招发之 在京城里面 有数百家高官 被杨国宗清洗出去 政治清洗陷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面 这肯定不是杨国宗一个人的主意 杨国宗没这个权 李林府也没这个权 谁也不敢 这种权成 如果没有得到上方的同意 他不敢干 上方要他干 他从中走私 顺带整几个人 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说几百家 都是李林府杨国宗干的 那就未必了 所以这后面我们要注意到 这后面这一些案子 也是玄宗在幕后 其实想一定程度改变朝中的一些人士 还有一点 杨国宗通过这些案子 他获得最大的利益 他到这个地方办案 很短的时间不到一年 兼领十五余史 十五个官就落到他头上 所以他一下子 给市中监狱市中城 专判杜之士 国家的许多的大权 都转到他手里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 杨国宗只是 唐玄宗的一个代理人 而且是一个比李林府 更好用的代理人 那么我们看到杨国宗登上了政坛 他在政坛上如何兴风作浪 而这个兴风作浪 又对唐朝后面的整个政局走向 造成什么重要的影响 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牵涉到国家命运所系 那么我们下一集接着接着